《中文字幕》 等一下 慢慢 我是袁家衛 羅冠聰女朋友 我叫阿林 我和她一齊就來一年 太太的決言 我開頭叫我叫阿昌 怎樣認識 我想大概三年前 就是學聯那裡認識 她都喜歡到處去 偶然之間的法學作用 就叫大家容易在一起 本身跟她沒有什麼說 之後我去了荷蘭鄭 回了一天工 跟她談多了事情 那時候我以為自己救了她 她又以為自己救了我 那一下很不真實 但又真的這樣發生 一直下來 她都是面對著很多很多的 逆境 我自己的感覺 由上學聯 然後去到選舉 DQ 到現在坐牢 其實她一直都很不如意 但是就是這樣 你才會看到她個人好的特質 然後就會越來越欣賞她 最初兩星期 只有我一個人回去 很明顯 即使有狗聲 有貓聲 但你也是空洞的 最深刻的是她坐牢 剛剛判過一下 其實是最深刻的 跟其他兩位的家屬開會 跟其他兩位的家屬開會 聊一下物資 怎樣給她們 那一刻都沒有特別大感覺 因為我預料她要坐 去到之後就發現 搞定了事情 靜下來 情緒就開始來了 發現自己那一刻 不太能處理 這條魚是解雙魚耳末的 即是在一個困境之中 大家用大家的退役 來維持大家的生命 我覺得幾有意思 這個電筒 在我們拖了一個叫拖手仔 這個電筒就會射一下 那裡有一隻小鼠艇 那裡有一些星星 大家引起共鳴 這個很好的記憶 那這份禮物呢 是她入獄之前幾天買給我的 因為她知道 我生日那天 她已經在監獄裡面 她準備這份禮物的時候很蠢 我也不知道她什麼意思 叫我等她出來 還是數她坐了多少天 要看著她說 你做什麼我都會支持你 都是看著對方 然後自然就會抱著 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我會以你為榮 還有我很掛著你 有沒有些說話想到鏡頭寄予香港人 繼續不要放棄 要努力抗爭 希望團結多些人 希望多些人注意到 社會上一些問題出來 希望我們不要遺忘 每一個在美光燈後的人 因為每一個人都很努力 而他們的牢是為香港人而坐 他們追求的 他們保護的 都是我們的香港 在美光燈後的人